台北莲友念佛团 要回家休息了 没想到他下了讲台到了客厅 在沙发上一坐就网声了 有人说 他在两三个月以前就知道自己要走了 星期假日他到老朋友的家里聊聊天 似乎有习别的意思 二次大战之后 香港何东爵士夫人 也就是何氏李将军的母亲 全家都是基督徒 只有何夫人信佛 儿女都非常的孝顺 所以家中仍然设有佛堂 彼此并没有冲突啊 他的往生给了香港人很大的启示 往生的那天 他把子女们以及家中的清郡一起召来 他说 我们一家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我今天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我们母子一场 你们今天就念声佛号送送我吧 何老夫人这最后的要求 于情于理都讲得通 她盘腿一坐 坐了不到一刻钟就走了 所以从此以后 她一家人都信佛了 老夫人她平时不说话 在临终的时候表演给大家看 结果是渡了一家人呢 世间什么事都是假的 只有这一件事是真的呀 为道做善便持经界 善恶的标准要知道 佛的教诲是标准 而戒律也是善恶的标准 但是有一个总原则 那就是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更进一步地说 凡是对自己有利的是恶 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 古德说 世人与佛的观念不同 佛是觉者 众生则是在迷啊 六道轮回是从自私的念头来的 只要有我就有轮回 就有三界六道啊 佛法自始至终就是破执 破了我执就正得罗汉 超越三界 而念念为我就增长我执 有法执者就不能够见性 这是事实的真相啊 又如参禅 一坐一个月不出定 而我执未破 将来可能升到色界 无色界天 而出不了三界 而念佛则可以了生死 出轮回升西方啊 但是我的观念越但越好 将来到西方的品位就比较高 所以平时处事 要多为别人设想 要多为社会设想 不要想自己哦 每天读诵经典 接受佛的教诲 把佛的教训变成我们的思想见解 和生活行为 这就叫做学佛 而如此的行持 命中就绝对不会剁三恶道了 我做佛时国无妇女 若有女人闻我名字 得清净信发菩提心 愿患女生愿生我国 命中极化男子来我岔土 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 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二十二院 国无女人院 第二十三院 燕女转男院 以及第二十四院 莲花化生院 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看到了 十方世界的男女杂踏 纠缠不清啊 所以他建造的这个世界 没有女人 凡是女人生到西方 一律都变成了男人 而相貌如果是有美丑的不同 就有差别了呀 因为西方是平等的 所以相貌是完全一样的呀 唐朝的道宣法师曾经说过 凡是有女子的世界 必定会有地狱呀 佛在经典中是有此一说 从前的女人苦难比较多 而中国和印度都是如此 今天的社会开放男女平等 而学佛有成就者 则首推在家的女众啊 经上说 十方诸佛岔土的众生 都不出胎 卵 诗 化 这四个种类 而胎生的如父母 兄弟 夫妇之情 就像是绳子绑起来一样 很难断呢 若是西方的莲花化生 就没有这些牵连类啊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闻我名字 欢喜信药 礼拜闺蜜 以清尽心 修菩萨恨 诸天世人 莫不至尽 若闻我名 寿终之后 生尊贵家 诸根无缺 常修 殊胜犯恨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这是第二十五愿 天人礼敬愿 第二十六愿 文明得福愿 以及第二十七愿 修殊胜行愿 佛说 一切法门 都是应激说法 此经是对跟熟的人说的 而如果是不想成佛 则这一愿也是可以帮助人得到人天福报的 以读经念佛的方法 求世间人天的福报 第一 要欢喜信寿 礼拜闺蜜 真正的照做才行 例如 何者为善就应该去做 何者为恶就应该要停止不去做 以清净心 修六度 处世待人接物 以此六条为标准 则别人见到你 自然就生起了恭敬心 得到大众的尊敬呀 而来生就生在父慧家中 身体没有缺陷 又因为善根的深厚 来生还是能够遇到佛法呀 我做佛时 国中无不善民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 助于定据 永离热闹 心得清凉 所受快乐 犹如漏尽比丘 若其想念 贪济身者 不取正觉 这是第二十八院 国无不善院 第二十九院 助正定据院 第三十院 乐如漏尽院 以及第三十一院 不贪济身院 西方世界没有三恶道 而阿弥陀经上说 西方世界有白鹤 孔雀等飞鸟 难道这些不是畜生吗 其实他们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 为的是讲经说法 而使大家随时随地都听到说法的声音呢 佛说 一切众生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正定据 是他所修学的法门绝对的正确 而且有结果呀 第二类是邪定据 无论修什么法门 其理论 方法 境界 无论是怎样的经济努力 但是都得不到结果呀 第三类是不定据 这就得看缘分了 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 就可以被带入正途 而遇到了邪门外道 就把你带入邪定据了 所以善知识是非常的重要啊 现在善知识很难找 比不得从前了 从前人修行 明心见性 一切通达 就上山筑毛棚闭关 等于是向大家宣布 我已经毕业了 现在就等人来请我下山弘法了 而现在还没有出家就闭关 所以已经是漫无标准了呀 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学古人 做古大德的私塾弟子 例如孟子仰慕孔子 而不在同一个时代 孟子就以孔子的著作为归念 以之为师 所以孟子他学成功了呀 后世尊孔子为智圣 尊孟子为亚圣 其他的例子也很多 例如汉朝的司马迁 他是史记的作者 他学左丘明 左丘明的著作是左传 而唐朝的韩裕 则学司马迁 所以惊人找不到 只有学古人了 例如佛门中的偶艺大师 仰慕廉池就学得很像 也成为一代的祖师啊 我今天给诸位介绍一位大善知识 也就是阿弥陀佛 诸位根据无量寿经修学 能够把这一部经的理论都明了了 而经中的教训 也都能够在生活之中实现了 那么你就是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呀 经上说 西方世界往生大众的快乐 犹如漏进比丘 也就是阿罗汉 漏进是烦恼断尽了 而烦恼有三大类 就是剑丝 沉沙和无明 而此经是大圣经典 所以应该以大圣的教义来诠释啊 小圣只断剑丝 大圣漏进是十地菩萨 也就是法云地菩萨 剑丝 沉沙断了 四十一菱无明 他断了三十九菱 还剩下两菱没有断 所以这是大圣罗汉 身剑已经破了 不会再起我执我剑的念头了 那么佛为什么还讲这种话呢 因为我们是但业往生 身剑尚未断 随时都会想到我 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有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加持 我的念头就不会再起来了呀 我作佛时生我国者 善根无量 皆得金刚纳罗延伸 坚固之力 身顶皆有光明照耀 成就一切智慧 获得无边辩才 善谈诸法密钥 说经行道 语如终生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这是第三十二院 纳罗延伸院 第三十三院 光明会变院 以及第三十四院 善谈法药院 到了西方世界之后 身体坚固力量强 身体为 金刚不坏身 纳罗延是历史神的名字 比喻作坚固 身顶皆有光明 而光明则是由清净心 所发出来的 现在社会上有神通的人很多 有的能够见到光明 也有的能够离第三尺 他这个能力不是他自己的 但确实是有 而是妖魔鬼怪加给他的 因为他被妖魔鬼怪 给控制住了呀 善谈诸法密钥 就是讲经说法 现在讲经的人少了 所以我劝各位发心学讲经 不要以为自己没有智慧而不学 假如是真的发心 为了报佛恩而弘法力生 而且也不图名文利养 则讲经的时候 自然就会有佛菩萨的加持 例如有的时候在讲坛上 发挥精中的奥义淋漓尽致 而事后则想不起来说些什么了 有的时候预备好的讲演资料 而开讲以后则又全都用不着了 各位将来如果参与讲经 或许就能够遇到这种情况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就敬必至一生补处 除其本愿为众生雇 披红士楷教化一切友情 揭发信心 修菩提恨 行普贤道 虽生他方世界 永离恶趣 或要说法 或要听法 或献神族 随意修习 无不圆满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这是第三十五愿 一生补处愿 以及第三十六愿 教化随意愿 一生补处愿 颇为重要 佛曾经保证我们 在西方极乐世界 一生决定成佛 一生补处就是等觉菩萨的地位 而原教的一生补处就像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一样 那么假如我到了西方 要多久才能够回来度我的家庆眷属呢 到了西方同阿弥陀佛一见面 得到佛力的加持 就能够再回到娑婆世界 教化一切友情 而且是来去自如 不会再有隔音之谜了 佛说 七地菩萨尚且有隔音之谜啊 而生到西方 竟然能够得到如此殊胜的功力 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 其目的是在发信 也就是使众生对佛法产生信心 已经认识佛教的人 使他修菩提恨 而到达了最高的阶段 则使他行普贤道 凡是一圣两义的经典 都是属于普贤道 也是最高的佛道 永离恶道不是不去恶道 而是成愿化身去的 目的是在教化恶道的众生 而不是夜报啊 经上说 地狱的众生在地狱受苦 而地藏王菩萨在地狱中 一切苦乐都不受啊 苦乐知识是有的 而他的心则是定的 所以他不会感觉什么 凡夫心随静转 为境界所迷 事实的真相完全不了解 所以才会受苦受难啊 西方人心都是清静的 而且这个清静不会失掉啊 因为阿弥陀佛的帮助 无论是在什么恶道中 都不会受到影响 或者是说法 或者是听法 作为影响众 神族是神通 佛不大用神通来接引众生 因为妖博鬼怪都有神通 众生不容易辨别啊 古德说 佛竟只用神通 若是遇到有大影响力的人 如国王大臣 偶尔也用神通 但仍然是以说法为主 我作佛时 生我国者 所需饮食 衣服 种种供聚 随意极致 无不满愿 十方诸佛 应念受其供养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这是第三十七愿 衣食自治愿 以及第三十八愿 应念受供愿 此愿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六道中太久了 所以养成了一种坚固的习气 衣食住行 一天到晚牵挂个不停啊 阿弥陀佛告诉我们 不必过滤 在我这里是四一得一 四十得十啊 这种的境界 现在科学发达还是做不到呀 今天科学家已经探讨出来 能和值可以互相的变化 但是如何的变法 则还是不知道啊 在西方想吃什么 一想就来 而吃完了 什么就没有了呀 也不要洗碗洗筷子 这是多么爽快呀 而且衣服也是一样 随心所欲 不要衣柜也不必逛百货公司了 所以一切的受用都是随心所欲 不必去操心啊 供佛在修福中最为殊胜 现在不要说是供佛了 就是想供罗汉也是找不到啊 到了西方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我要普供样 一念就做到了 而且要用什么样的供样具 也是随意极致的呀 这种的智慧 能力 神族 都是达到了圆满呀 照经上说 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得到啊 而此经只说 生我国者就能达到 并没有说要上品上升啊 可见下下品也是能够如此啊 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 就能够达到八地菩萨的地位 所以许多的菩萨都不相信啊 因为这个法门一行而难信 而真正相信的人 乃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 所造成的呀 我做佛时 国中万物 严静光丽 行色殊特 穷为极妙 无能称良 其诸众生 虽具天眼 又能辨其形色 光相 名术 及总宣说者 不取正觉 这是第三十九愿 庄严无禁愿 这一段的愿文 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物质环境 但是只是说了一个概要 万物是指一切的物质 盐是庄严 静是清静 现在全世界环境污染的程度非常的严重 所以看到了庄严清静这四个字 比起从前的人感触要深刻的多呀 光是光明 力是华丽 是形容极乐世界的善美 形色殊胜奇特 穷为极妙 无能称良 这都是阿弥陀佛无量节修学功德的成就 以及十方世界往生西方之人的敬业所感呢 经上说 西方世界的景象 诸大菩萨虽然具有天眼 纵然是等觉菩萨 也无法辨别其形色 光相 明术 把这些景象圆圆满满的说出来啊 因为这是如来果地上的成就 所以也只有佛才能够究竟啊 学佛最要紧的是把事实真相认识清楚 因为认识清楚之后 自己才能选择与决断呢 我们生在这个娑婆世界 一切事事物物都看清楚了 难免会日久生宴想要离开 那么要到哪里去呢 世间人福报大 地位高的帝王将相豪富人家 越富贵 造的业就越重 所以将来转生到哪一道 是被业力牵着走的 自己做不了主啊 凡夫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而梦中是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善恶境界 因为心里有所想象 晚上就会梦到 思想就是业力 而业力确实是有的 如果想要改变业力 其唯一的方法就是 以愿力来降服业力 今天有幸在佛门中找到了一条生路 不但善知识劝导我们 而诸佛菩萨也是一口同声地称赞念佛法门 李老师说 尤其是在末法时期 除此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啊 虽然说法门无量 是从理上说的 而世上则不然啊 以小圣出国而言 地位很低 如同小学的一年级 但是也要断尽了三界八十八品的建货呀 建货分为五大类 伸剑 边剑 剑取剑 戒进取剑 斜剑 共有八十八品 断尽了才能够正得小圣出国须陀还 而佛说 还是不能够出三界呀 要在天上人间七次往返 才正得阿罗汉国超出了三界呀 所以实在是不容易啊 而如果是搞不清楚 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就把自己的一生给误导了呀 我作佛时 国中无量色数 高获百千尤寻 道场树高四百万里 诸菩萨中 虽有善根列者 亦能了知 欲见诸佛 静国庄严 细于宝树间见 犹如明镜 赌其面相 若不而者 不取证据 这是第四十院 无量色数院 以及第四十一院 树县佛刹院 树木人人都喜欢 西方的树木品种很多 并且是非常的高大 高达百千尤寻 而尤寻就是印度计算长度的单位 分为大中小三种 大尤寻和中国的八十里 中尤寻和六十里 小尤寻和四十里 经上所讲的尤寻 都是指大尤寻而言 道场树是阿弥陀佛讲堂周围的大树 其高度有四百万里 道场树怎么会如此的高大呢 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啊 要知道西方世界 人的身材也与树成比例高大无比 赞佛记里赞叹阿弥陀佛的身相 白蚝婉转五须弥 盖木澄清四大海 佛的眉间有两根白蚝旋转在一起 如珠子形 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 而佛的眼睛比太平洋还要大呀 如此说来西方人与树的比例就讲得通了 经中只取出了最易常见的树来加以形容 菩萨中虽有善根列者亦能了知 这是指一般凡圣同居土下下平往生的 对于树还能够了解 若是讲到其他的物件 则善根列的菩萨恐怕就不能透彻地知道了 经上说 凡是往生西方的人 其身量与阿弥陀佛是相同的 西方的人事环境 以及物质环境 全都是阿弥陀佛称性功德所流露出来的 而树的功德不可思议 因为树也能够红法教学 它的功用就如同电视的画面 如果我们想看十方世界的状况 都可以在宝树间见到 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 犹如明镜赌其面相呢 我们必须体认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去事 如果没有 那么今生所受的果报就讲不通了 世间每个人所受的果报不同 全是自作自受 而明白了这个事实之后 就不会怨天尤人 而心平气和地接受了 知道了因果报应的道理 我就要好好地修极乐世界的因 所以要把全部的精神投入下去 来生就可以接受果报了呀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是受到业力的支配 想做好事都会有魔障啊 而生到了西方 蒙佛的微神加持 就没有任何的磨难了 我作佛时所居佛刹 广博严静光影如镜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众生读者生稀有心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四十二院 彻照十方愿 阿弥陀佛虽然是说 他自己的居住环境 也就是告诉我们 生到西方之后 你们的正报 身体与容貌 以及所居住的生活环境 与我是一样的 西方是平等的世界 居住的环境宽大广博 庄严清静 光影如镜 光是光明 影是清静 一尘不染 无论是人的身体 或是一切的万物 全是透明的 而七宝也是透明的呀 娑婆世界 只有水晶是透明的 而西方连地都是透明的呀 彻照十方 无量无数诸佛世界 在西方世界的菩萨 对于十方世界 现在的事 过去的事 未来的事 都能够看见 而心里在想什么 也是通通能够见到的呀 无量节来的因缘果报 无论是自己的 或是诸菩萨的 都能够彻底的明了 而为什么成佛 成菩萨 为什么跺三恶道 也都是一目了然呀 我作佛时 下从地际 上至虚空 宫殿 楼罐 池流 花树 国土 所有一切万物 皆以无量宝箱合成 其乡 普勋十方世界 众生闻者 皆修佛形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这是第四十三愿 宝箱普勋院 在楞严经 大世智菩萨 念佛原通章 已曾经读到 香光庄严 这一句经文 而现在 则在这里 见到了香光庄严的真相啊 前面的二品讲光明 而这一品 则是讲宝箱 这个世界的七宝 只有光彩 而没有香味 西方世界的七宝 则有香味 所以称极乐世界 是香光庄严的世界 初学佛的人 对宝箱最容易得到感应了 只要是心地清静 内心虔诚 或是念佛 或是诵经 有时候就会闻到香味 三个月前 在达拉斯 陈大川居士的家中 有一次 同修五六人 在院中乘凉 并且讨论佛法 同修们 同时都闻到了异香 而且还时间很长啊 这证实了 佛的光明 周辩法界 宝箱 也是周辩法界 而十方世界的众生 有缘见到了佛光 闻到了宝箱 都会发心学佛的 这样经文显示的西方境界 与华言所讲的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法界完全的相同 而众生能够接触到佛光宝箱 也就是与佛缘身啊 这些祥瑞的感应 都能够启发众生的信心 而他有了这种的感应 也就对佛法发生了信仰 至于以后修学能否有所成就 那要看他遇的缘如何了 如果是遇到了念佛法门 就比较容易成就 四十八愿中 前面的四十三愿 都是佛法愿 普度众生往生净土 而四十四至四十八愿 则是佛法的别愿 也就是专门对菩萨们 所发的愿啊 菩萨都是舍己为人 但是经上说 七地以下的菩萨 在六道中度生 都会有隔音之谜啊 所以到人间一投胎 就把前一生的事全都忘掉了 如果这些菩萨修的是净土法门 有阿弥陀佛的本愿 微神加持就不会有隔音之谜了 所以大菩萨常常照顾小菩萨 往往在必要的时候一点醒 小菩萨就可能立即觉悟了呀 我作佛时 十方佛刹诸菩萨众 闻我明以 皆惜戴德清静 谢托普等三昧 诸身总持 诸三摩地 置于成佛 定中常供 无量无边 一切诸佛 不失定义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这是第四十四院 普等三昧院 以及第四十五院 定中供佛院 此处所说的 诸菩萨众 以原教来说 从初性位到等觉 五十一个位子 通通包括在内 而他们有缘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皆惜戴德清静 谢托 普等三昧 菩萨多生多结 发愿教化众生 在自觉觉他方面 皆有殊胜的功德 所以菩萨听到了 这个法门 所得到的利益 就超过凡夫太多了呀 他们得到了清静谢托 清静是离一切的染灼 染灼 染灼则有程度浅身的不同 而谢托是离一切的烦恼 只要有牵挂就有烦恼 不能够自在呀 普等三昧 普是普遍 等是平等 普遍平等是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 而以本宗来讲 普等三昧 是念佛三昧之中最高最深的 诸身总持 简单地说 一切善法决定保证不会失掉 一切恶念决定不生 安住在念佛三昧之中 一直到成佛 菩萨虽然是未到西方 而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 读到了无量寿经 就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呀 但是菩萨必须对阿弥陀佛 生仰慕恭敬之心 如果是对经法名号排斥毁谤 那么就不但得不到加持 而且还有很深的罪过呀 定中常供 无量无边 一切诸佛 不失定义 在定中不必离开本处 起一个念 就能够供养一切诸佛 而最难得的是 他仍然不失定义呀 我们自己一个人在道场修行 心很清静 而一旦向某位善知识参访 定就失掉了呀 那么我们平时念佛 为什么见不到阿弥陀佛呢 见不到还好 见到了必然是大为惊喜 反而心动了 甚至于生起了娇慢之心 看不起别的修行人 即使是将来见到了佛 或是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也要像祖师们一样 不必当一回事啊 一切境界现前 决定不要执着 例如慧远大师 当年三次见到了极乐世界 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直到最后临终的时候 才告诉了途中啊 同样的 一切魔境现前 不声称惠 也不失定义 不要受到它的影响 依然是一句圣号 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现前 我们的心是清静的 我作佛时 他方世界诸菩萨众 闻我名者 正离生法 或陀罗尼 清静欢喜 得平等住 修菩萨恨 具足得本 应时不获一二三人 于诸佛法 不能宪政 不退转折 不取正觉 这是第四十六院 或陀罗尼院 第四十七院 文明得忍院 以及第四十八院 宪政不退院 正离生法 这个生字是指六道轮回 而离生法 是永远脱离了三界六道 菩萨视线在三界六道 如果得不到佛的加持 就仍然会有隔音之谜 所以还是有生死法呀 陀罗尼 是梵语 翻译为总持 总一切法 持一切意 也就是一切法的总纲理 陀罗尼有四种 一法 二意 三咒 四忍 法就是教学 对于佛的教法持之不忘 意是理论 对于诸法的理论持而不忘 咒就是神咒 忍是对于法的实相安住 而抓到了纲领 教化众生就不会有错误 一切都没有障碍了呀 清静欢喜 得平等住 平等非常的重要 一切万法体平等 相也平等 而我们看就不平等 因为我们着相 迷在假相上 例如一般的房屋 有的很漂亮 有的很平常 都不一样 若是请建筑师来看 他们只看 这些房子用了多少的砖瓦 水泥跟木材呀 看来房子都是平等的嘛 而菩萨看到了真相 了解 万法平等 万法一如 所有的分别执着都没有了 所以得到了真正的清静平等啊 这个时候 必定就正得了三忍 而三忍就是 音响忍 柔顺忍 无声乏忍 在仁王经上 也是用忍来说明菩萨的果证 分为五种 一 福忍 就是能够把妄想执着扶住 但是并没有断呢 是代业往生的基本条件 所以外表要随顺 而内心要清静平等 不能被外界所动摇呀 诺佛菩萨 诺佛菩萨的喜怒哀乐都是教学 所以面孔 所以面孔只是唱戏而已啊 二 信任 信心成就 就是深信不疑 因此 比前面的福烦恼 更要深一层 三 顺忍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 柔顺忍 而仁王经的五忍 与本经的三忍一配合 大致上就可以了解 都是指原教地上菩萨的境界呀 于诸佛法不能现正 不退转折 现前的果正就是 圆满正得了三不退 也就是 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这是阿弥陀佛最后的几愿 是帮助十方菩萨而发的呀 所以十方菩萨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对阿弥陀佛称名赞叹 恭敬 供养 依教修行 并且为人演说 这就必定会得到阿弥陀佛最后的几愿 加持啊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有声书 净空法师演述 刘成福老居士整理 三宝弟子赞助 了凡弘法学会唱录 三宝弟子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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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